地图好像还是在那个刚那个位置啊 对 还是在那个位置 因为这个圈也没缩到嘛 肯定还在 但是XCC这边好像是发生了一些 这个挪车时候 小车祸 盘兜了 在圈要 哎 我要拿分 直接过来把分给补掉 又有叫远啊 又在这个底坡的这个防区里面 暂时给不到什么支援了 拿分就走啊 非常的极限 碰上了 小伙地下车 遭遇战这波不得不打 哎 先打一个 我就打 不要你又打一个 小伍弟弟反应好快 哇 小伍这波是真的太抗压了 当然速九也拿到两分 但这波第一抗压 直接抗压点就是小伍 这里其实 对于NYP跟XX来讲 两边的反应都是吓一跳 嗯 就是 距离太近了 然后大家都有想打的意思 和想打的决心 那这把NYP 哎 但是理性说时期 那个地方防守位的优势 稍微大一点点 对吧 因为有掩体 而且是直接从掩体拉开的 NYP应急反应 哦 M16架枪 哇 气死了 真的是 很下头 是的 就是我打一个靶子 然后我拿一把很拉稀的枪 如果说我把那个人放倒了 在我补那个人的时候 我被打倒了 这个头被K了 那个更下头 哈哈 哈哈 啪啪 下头三行为 这边的话 WC好惨呢 就这么狗的一个位置 嗯 等会有机会 不急 也是在决赛圈的事情 哎 天员 想换个角度 这边的话是找到机会 哎呀 特别给打了 别哥被放倒了 完了 啊 只能靠小A了 Candy现在拉了一个侧身 他这个侧身打过点 倒是挺致命不高的 是的 你要是搞点分数 搞个一两分也还行 这局 我两个就是大赚 对 他这个位置进去吃排名分 是几乎吃不到了 Smole City出手的时机 最好就是在对枪的时候 对方第一时间 是不太可能拉枪回来的 好 点下来了Candy 这波进点是两个人 同时打一波压制 122是放倒了Candy 先把外面的Candy拔掉 战术上来讲 TMA还是挺正确的 但是想不想到 背后这个毒狼呢 这个信息是完全不知道的 是的 另外一边天鹿 已经开始在冲击KRG的脑 可以养着的 说实话 Smole City打两个 一缩子恩到底出事了 真的没想到 是的 而且他这个距离吧 TMA还很难惩治他 因为这个距离还挺远的 说实话 天鹿这个厕所真的冲的 冲早了 说实话 我就冲早了 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 就是等会要打决策圈 我觉得了一波分踩 两个人去踩测试 你现在还是得回边上的黄金手 因为你要卡边 Smole City又打一个 Smole City已经穿三个了 小A一撕 张大哲这边收下 Smole City被牙匹终结了 罪恶的一身 这边12不是很好扶 RBS已经骑到头上来了 过点直接被干掉 Smole City这波多拿了三分 很关键 XLG也是被卡边 这个底下的反扑撞人了 Smole City这个位置 是能拉出来帮忙架一下的 出手了 快快打 这里很要Smole City的火力 江湾被放倒 江湾好像已经二岛还被烧了 来了 Smole City 正好找到一个超 这边是直接要过来 把Smole City给拔掉 过路一枪 小童救了他一命 Smole City 可以 把95K也干掉 这样一来的话 天路还能守住 江湾又倒了 江湾被悟空 伯良给炸倒了 冥冥之中有些什么东西 把他们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但这一步好在这个坑里是清理干净了 谁说是静点有人还套着大炮呢 还有两边队员在外面 75和Neo 实际是赶过来扔雷了 背身 Neo出手了 幸好这边小狗先打掉 这个侧身是处理干净了 但静点又被招了机会 静点全倒 被吸引了注意力了 小狗的觉良很不健康啊 是的 而且印象没有拼成功 SMS守住了 两边夹击的状态下守住了 不过也只剩下烤鱼 能够把圈子给扶起来 化石器应该是还拿了一些淘汰 是的 是因为开局 那波打赢了牛海皮 是的 这个车瞬移了一下 放在SCG上 这两个人已是囊中之物的 疯狂修这个膝盖 修重了 带走了一个 这OB Bug 看上去尾身像是开了 他只能用圈边的房区 先把车给保一下 已经过去移了 先把厕所撞了吗 哎呦完了 他没拔掉厕所的人 这边先打一个 没撞跑 灵墙还是打赢了 Omega 血浪很不健康 知道烟里有人先扔一个手雷排 就是他的脚鞭 血浪太残 这个雷一刮就有了 哎呦 但是血浪排起之后 正好拿手将灵墙带走 人生在烧到自己了 烫烫烫烫烫 王涛涛只剩你了 没想到 一生就只剩下了个架枪的 他只要这个厕所没拔掉的话 就他应该先撞这个厕所 而另外一侧 这边北部的话 DDT和RBS也在有一波 境界的街团 IFT我想过来劝劝 已经是从侧身抽倒了61 福音刚才这样都没去 去劝一下XCG这什么 这样的话 但是他们头顶的威胁 算是解决了 是的 对吧 就是CDG这一波是 本来CDG是他们最大威胁 FTY 静点着RBS 晃在一马当先 先找到一个坑里的 RBS在冲阵冲到一半的时候 背后来了一个RFTY 真的是非常的伤 只剩两个人的情况下 DT恐怕很难守住这个房去 王操操悄悄悄地摸到赖舞楼那去了 等会应该是有机会能得分 这个星星两个队都不知道 Spaceman已经是贴到了近点了 非常近的一个距离 但是很快地被Monster捕捉到了 几乎直接一波连打带捕 还剩最后一个高薪了 没有想到在外面埋了一个 上来 吃到一枪 有防备了 4M去打XCG那边掉了一个 这个也是我刚才会觉得 就是说 4M趁CDG那边 天路是提前做了一个 静点的一个埋点 埋队是从后面 而另外一次王操操中手 就会出手 是放倒了龙死根 这个确实是让FTY 都挺好的 但正好弹开 是的 这车顶盖给他弹开 落点是对的 但这边Monster的一个出手 王操操被带走了 怪兽 有惊无险 真的好险 他想尝试性拿分 同时用了一个投掷物 从侧身去绕底坡 但是两个人打一波 前途相信应该是很难出来了 但是这边天路是找到机会 直接出手 哦 燃烧带烧起来了 都有导人 龙死根这波要被捕了 龙将军必须要救起来 能安住 必须要救起来 等会儿再还有机会 能救怪兽 拉出来 拉起来了好险 另外的4M和XCG 4M得从坡下 坡下把XCG给拔了 这样一来 他载具的血量也被消耗了 哦呦 Omega手雷将Gordway给放倒 还要再扔一颗 雷的角度还不错 稍远了一点点 龙宗全程吃到了一点点的伤害 两个人同时压进 进点是一波二打二 FTY选择先放一放 两边打完之后出手了 找到机会出手了 哎呦 这波算是缓解了局部的压力 是的 能趁机把人先扶起来 那经典接战还有机会 波完全靠许臣个人的走位了 嗯 还是倒了 这边龙四哥将Forever放倒 兄弟扛起来 龙四哥这边独狼就很有觉 我又放倒一下 真救不了了兄弟 真救不了了 再扛自己也进不去了 这边全面一趴 大家看能不能找到反击的机会 因为人都不多 烤鱼出手 都是残编 可能还有机会出手 一打一打一打二 但是龙四哥 烤鱼火力全开 还是被SASA放倒 二打一 龙四哥拳没有任何的圈内的位置 是的 AWM你敢跟 直接往沿蹄这个地方封火 不让你踩 龙四哥拳被燃烧弹烧到 恭喜